第2017集 爱情见证 当年的那件事 一直是他耿耿于怀的心结 如今却从雪泪寒的口中说了出来 馨儿 你先别激动 坐下来我们慢慢谈 雪泪寒叹了口气 哎 这里面的许多事情 我知道了之后 比你的震撼还要大 姚后慢慢坐下 轻轻的却是一字一句的说道 你是否要告诉我 这件事 是跟云上人有关系 雪泪寒闻言一征 抬头哑然道 你怀疑云上人 你怀疑他多久了 已经很久很久了 只不过没有证据而已 妖后冷冷地说道 我怀疑他有没有错 没错 想不到你才是真正的明心之人啊 雪泪寒苦笑 就从这点上 妖后确实要胜过自己许多 自己往昔却从来不曾怀疑过 当年害死自己老父的人 竟是云上人 给我看那份手渣 我要知道所有的一切 妖后深吸口气 伸出了手 你看过之后 千万莫要激动 一时的心急 只会坏事啊 不过 还有一件事 我想要提前跟你打个招呼 说 妖后声音冰冷 万圣真灵 再显尘还 雪泪寒声音沉重 妖后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白衣美妇一时去的退了出去 这一夜 妖后客居的星辰宫 充满了难以言语的压抑 暴力 还有近乎疯狂的情绪 始终没有人知道 妖后和东皇 这一夜到底说了什么 卢氏隔了一天 东皇天 东皇陛下的鸾驾 也终于来到 墨云天穷华城 到了这天下午 大罗天天帝子无极 浮屠天天帝 墨灰尘 同时来到 墨云天再度陷入了狂欢 倒数第三天 几乎是如同约好了一般 中极天 无情天帝最无情 大西天狂见天地 无野狂 清宵天 威武天地 莫清清 南极天 冰雪天地 孟景回 赤北天 炎阳天地 龙幻影 齐齐连眉到来 墨云天的沸腾程度 至此 接近最高点 为了迎接这几位 至高无上的大人物 连美前来 墨云天 穷华城四门大开 不再设立登记事宜 虽然只是限于这三天内 但这三天 却让城内人口 猛增两城 就是这两城的陡增人口 让墨天机几乎愁白了头发 九节兄弟 也几乎跑断了腿 但从这其中搜出来的奸细目标 却不超过两百人 绝大多数的心怀不轨者 就此安然无恙地进入了穷华城 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这一日 艳阳高照 普照大千 墨云天的上空 白云朵朵 朝霞旭日东升 染红了整片天空 白云变作了彩云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悠扬的钟声 突兀的响起 钟声震动还雨 却非只是一口钟声铭响 而是合共九十九口大同钟 在九十九个不同的方位 同时响起 同一时间被敲响 发出一个整齐到极点的声音 似乎就只有一口钟被敲响 只是这第一声钟铭骤响 就已经给了人们一个强烈到极点的震撼感觉 先声夺人 四面八方的钟声 在高手操控下 渐次向着天扇台这边汇聚 接着天扇台上 传闻中的天地之钟 也随之响起 并没有人主动敲打 却是因为那九十九口大同钟的敲响 引起了天地之中的共鸣 这一刻钟声格外悠扬 相彻千里 钟铭影响范围内所有听到的人 都感觉到头脑骤然一清 心神归于安详 似乎在这刹那间 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涤 如是终声联响 九九八十一下 九九八十一声钟鸣之鱼 整个梦云天突然陷入了一片 欢呼呐喊的喧腾海洋之中 无数人雀跃着高呼着 激动得满脸通红 无数鲜花在空中肆意抛洒 芬芳扑比 大街小巷再歌再舞 满目尽是欢眼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异常宏大的声音响起 一字一句 九重天阙 莫云天地 琼花大地 登基大典 现在开始 随着这句话 琼花宫正门缓缓打开 两队人马分作两列 鱼贯而出 盔甲明亮 映照的阳光也似乎失去了颜色 这两队人马自皇宫之中鱼贯而出 丝毫不乱 沿途静默地走着 无穷无尽一般 赫然形成两道整齐划一的钢铁洪流 在琼花地宫与远方的天扇台之间 形成了一条宽有九丈的宽阔的人墙大路 两道人墙就像是两道坚不可摧的堤坝 将南来北往的滔滔洪流彻底遏制 若是有心人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陆续走出的队伍 人数至少在十几万以上 其中就没有一个不是一流舞者 琼花地宫与天扇台之间路途飞近 长远的路程 却在他们半刻钟之间 就已经走到了彼端的尽头 当两道人墙当先的两人 到达天扇台下的一瞬间 整条队伍同时止步 下一瞬 两支队伍的所有人员 同时向靠近自己一边的人流转位 面对两侧的滔滔人流 一个个儿如同中流砥柱一般 窥一然不动 在他们的面前 是无穷无尽的人头永永 在他们身后 就是那条空无一物的大路 没有任何人敢在这个时候 突破这条封锁线 穷华卫士出动 开天扑路 那之前响动的声音 再度在空中回荡 充满威严肃木的感觉 与此同时 自皇宫之中突然出现一抹鲜红 那抹鲜红在地面上 剑刺扩张 那是一条红地毯 从皇宫方向 开始蜿蜒而出 宽足有九丈 与两道人墙 隔出的大道 完全契合 一丝不多 一丝不少 顺着穷华卫士的背后大路 一路延伸了出去 没有任何人有动作 但是这条红地毯就那么自主的往前延伸着 似乎完全没有尽头 整个天下 因眼前的翼壮 而陷入了一片沉静 所有能够看到这翼壮的双眼 都随着这红地毯 往前延伸 延伸 再延伸 一直延续到 直到那鲜红的红地毯 延伸到了天上台前 与那明黄色的登天之路的地毯接壤的时候 戛然而止 踏着承载了墨云天所有民众希望 心愿的红地毯 踏上这墨云天地的位置 就是这个意思 万众瞩目之下 皇宫中再见中古齐名 那严肃的声音大声叫道 有请陛下起家 震天的欢呼声响起 先是999位黄衣少年 从左侧走出 然后是999位白衣少女 从右侧走出 人人都是精神饱满 意气风发 然后又有无数的 惊奇招战着 自皇宫涌了出来 千军万马顺着道路两边 安静的前行 再接下来 一道金色的玉年 终于出现 墨云天七星护卫 三前四后 形成北斗七星的阵势 环绕着玉年 前方八匹神骏的龙兽 拉着江绳 拖动玉年 缓缓前行 阳光适时从云层中露出来 照射下来 就只得那么一线天光 却始终照射着玉年 玉年走到哪里 阳光就照射到哪里 玉年上 乃是个白玉高台 高台上 有两张椅子 并排而设 一身明黄衣袍 面容未然的墨云天地 从容不迫地 坐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 那绝世无匹的容颜 在此刻 一片平静 波澜不惊 英俊 潇洒 漂亮 稳重 威严 素目 从容 雍容 优雅 在这一刻 所有人都感觉到 似乎将世间所有的赞誉之词 都夹在此刻的 墨云天地 穷花大地身上 也都不为过 甚至还远远不足 有些多情的墨云天少女 竟激动地放声大哭 而谢丹琼右边那把椅子上 则端坐着一位凤袍丽人 容颜端庄 绝色天香 陪同谢丹琼坐在这里 脸上显然有些激动 但更多的 却是幸福和感动 所有人都注意到 穷花大地的右手 和这位国色天香 母仪天下的 绝色丽人的左手 始终紧紧地握着 我们伟大的墨云天地 我们伟大的墨云天后 那威严肃莫的声音 再度响起 在这一刻 用这两句话 彻底点燃了 整个墨云天的震动气氛 欢呼的声音 顺时就震撼了 整片苍穹 车上人 乃是墨云天地 穷花大地的 结发妻子 梅夫人 也就是我们墨云天的 梅皇后 墨云天唯一的皇后 母仪天下 责备苍生 穷花陛下与梅皇后 结发于微末 一直不离不弃 在穷花大地 登基的好日子 与梅皇后 同享这天下荣耀 恩爱夫妻 莫过于此 天下见证 普天同庆 那思宜的声音 响彻长空 所有人 在这一瞬间的欢呼 几乎把嗓子都喊哑了 无数的少年 看着英俊的天地 绿色的皇后 心中都在想着 不知我什么时候 能够做到这一点啊 又或者 若是我 墨云天地 会不会做出 这样的决定 许许多多的少女 在这一刻尖叫的 几乎发狂 眼前的景象 岂不正是天下少女们 最最梦幻的一幕 有朝一日 与自己的心上人 携手登上天下巅峰 并肩享受万民欢呼 面对整个苍穹大地 天下一万人群 宣布自己的幸福 美满 见证自己的爱情 此情此景 正是最深的梦幻 最美的梦 那位此刻 正与穷华大帝 相伴牵手的皇后 真真是好福气 无数的少女 羡慕的眼睛也红了 嫉妒的心也碎了 但却又在同时 甜蜜的心也醉了 梅夫人与谢丹琼 并肩坐着 这一刻心中的幸福 当真几乎要满意出来 人生能有此时 足够了 不管为此经历了 多少磨难 不管为此经历了 多久的分离 不管为此承受了 多少的断肠相思 真的够了 此情此景 正是天下女人 最美之梦的巅峰时刻 她紧紧地握住了 谢丹琼的手 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握住了 一生的幸福 梅夫人被幸福感 充盈了全部身心 第2017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